朋友们好,很高兴访问HTnews台湾频道,现在。 陈毅个人资料 陈毅,原名傅诗奇,1990年5月17日出,生于湖南省淮化市陈锡县,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中国内地影视男演员。 2011年,出演个人首部电视剧《唐宫美人天下》。 2012年,完成个人大银幕《处女做鬼爱》。 2013年,主演青春爱情片《原谅我,来不及爱你》。 2014年,主演悬疑片《女生宿舍》。 2016年,因在仙霞剧《青云志》中饰演林晶宇而受到广泛关注,同年,参加校园继时节目《一年级》,毕业季。 2017年,主演《萌》。 基本信息 陈毅,原名副诗奇,1990年5月17日出,生于湖南省淮化市陈锡县腰,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中国内地影视男演员。 2011年,出演个人首部电视剧《唐宫美人天下》。 2012年,完成个人大银幕《处女做鬼爱3》。 2013年,主演青春爱情片《原谅我》,《来不及爱你4》。 2014年,主演悬疑片《女生宿舍5》。 2016年,因在仙霞剧《青云志》中饰演林晶宇而受到广泛关注。 2016年,同年,参加校园计时节目《一年级》,毕业季期。 2017年,主演猛宠动作片《营救汪兴人8》。 2018年,主演网络剧《怒海前沙》和《秦岭神数9》。 2020年,凭借播出的仙霞剧《琉璃》获得更多关注邀灵。 2021年12月31日,参加启航2022,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跨年晚会。 演艺经历 2011年10月21日,诚意参演的古装悬疑魔幻剧《唐宫美人天下》首播, 在剧中饰演宫廷侍卫冯小宝,首次触电演艺圈2。 2012年10月30日,与新直磊搭档主演的惊悚爱情片《鬼爱上映》, 在片中饰演义正义邪的男主角苏洋夭夭,这是她的首部大荧幕作品。 此外,她还演唱了该片主题曲《强威试炼3》, 同年,在古装剧《王的女人》中出演了随从柴头一角。 2013年5月,与新直磊二度合作主演的《微电影爱》,飘移上线12, 6月17日,与温馨搭档主演的青春纯爱片《原谅我,来不及爱你》上映, 在片中饰演热爱音乐的阳光大男孩《虫子4》, 并为该片演唱了主题曲《明了13》。 2014年6月15日,与刘烨,新直磊联妹出演的湖南卫视情景栏目喜剧《董小姐》播出, 其饰演的董小燕男友是一个在男神和屌丝中灵活切换的可爱青年, 而这也是她首次出演喜剧角色16,9月12日, 其主演的荷尔蒙青春偶像悬疑推理片《女生宿舍》上映, 在片中饰演帅气炫酷的医学院校草高木男舞, 12月,在与李依依共同主演的网络《科幻威电影月梦奇缘》中饰演地球男子余展妖妻。 宇思凤 宇思凤 2015年12月4日,成毅特别出演的科幻喜剧片《不可思议》上映, 她在片中饰演豆比闷骚的电脑达人田野腰疤。 2016年7月,于李依峰,赵丽颖领衔主演了《根据小说朱仙改编》的古装仙侠剧《青云志》, 在剧中饰演作风正派,飘逸冷峻的青云门弟子林晶宇, 个人也因此受到广泛关注6, 10月14日,受邀出席第十一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开幕式, 表演剑舞并独唱了《青云志》主题曲《辅助》19、10月22日, 湖南卫视联手上海戏剧学院出品的原创校园纪实节目一年级, 毕业季播出,成毅在节目中担任科班生队长, 获得广大观众认可20-21。 2017年4月7日,发行个人首支单曲《再见以前22》5月19日, 与崔雅涵、文松等合作主演的《蒙宠公路》营救动作喜剧片 营救汪星人开机,其饰演的男主角程斌是一位 有武术基础的退役竞选训练员, 为贴合角色诚意进行了三个月的体能训练8。 6月13日,推出个人第二支单曲《如果我深爱着你23》。 萧承旭 萧承旭 2018年4月,与侯明号,张博宇共同主演了改编自男派三书小说 《盗墓笔记》的冒险悬疑动作剧《怒海前沙和秦岭神术》, 成毅首次挑战艺人分饰两脚,出演淡然冷漠的小哥张启 《灵和热血男儿张不逊9》,并参与演唱该剧片尾局《生如狂澜》。 24 9月,与赵英子搭档主演了古装女性宫廷情感剧《长安诺》, 在剧中饰演赤诚直帅《爱恨分明》,敢于永传虎学的肖承旭 26。2019年11月17日,成毅领衔主演的热血青春蝶战剧《迷局破之身前》在横店开机, 其饰演的海外留学生云洪声音变故性格由洒脱不积转变为沉默谨慎二期。 2020年8月6日,与袁冰岩搭档主演的古装仙侠剧《流离》播出, 他在剧中饰演冷静自持、温柔痴心的黎泽公弟子宇斯凤二十九三十。 此外,他还演唱了该剧插曲首三十一。 11月,主演改编自七微同名小说的都市剧《南风之我意》, 在剧中饰演植物学家傅云申三二。12月4日,以飞行嘉宾身份参与录制的户外竞技真人秀《奔跑吧!黄河篇》播出三三。 12月31日,参加浙江卫视2021跨年晚会34。 2020年出演红色革命情感剧《爱在风起云永时》14-1561。 2021年4月,成毅与养子搭档主演的仙侠剧《陈香如谢开机》拍摄47-48。 5月3日,参与录制的《我将青春》献给你理想照耀中国《百炼成刚》开播特别节目,在湖南卫视播出五一。 5月4日,出演的建党百年献礼剧《理想照耀中国》之《我们的阵地》播出,在剧中饰演志愿军战士关崇桂四六五时。 同日,参与录制的中央电视广播总台《五四青年节晚会》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播出。 在节目中与张小韩七起演唱歌曲《后生可谓五十二》。 8月8日,与张雨昕、韩栋、宣璐等合作主演的《古装青春情感》悬疑宫廷剧《与军歌》开播,在剧中饰演《少年天子奇艳2853》。 12月31日,参加启航《2022》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跨年晚会。 56.2022年3月19日,参加的职场《奋斗计时真人秀》出入职场的《我们第二季》播出。 1959、4月6日,特别主演的《古装历史剧山河月明》播出,其饰演的是雄姿勃发、英勇奋战、胆识过人的《少年朱蒂2560》。